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好了,今晚我們討論的題目就是 美國外星人研究會議的新資訊 今晚幫我主持的節目除了Custin Show之外 我們很高興請到一位嘉賓 是Angela Angela一直在美國居住過了二十年 她最近路過香港 她在一個不明來歷的會 最近的課程裡認識了 Angela在這方面已經研究了十年歷史 我們先問問Angela 有這麼多有趣的課題裡面 為何你對於不明來歷物體 和外星人這方面 何時開始發生興趣 好多年前 三十幾年前 我已經對這方面有興趣 二十幾三年前 我去了美國 一直在那邊居住 過去十年到十二年之間 在這方面 在美國那邊有很多的UFO 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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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有關於UFO 我也有參加 我覺得對這方面很有興趣 知道少許的時候 就越來越想知道得多 於是就 放了很多時間下去 對這方面比較有興趣 那這方面最近有沒有什麼新的熱門的話題 我們現在最近都了解到很多國家 好像墨西哥、英國 好像將這些過去的秘密檔案的資料 慢慢公開 最近也看到 那個月球可能有水的存在有水份 那似乎很多國家都開始把這個資訊發放給一般人知道 那你在最近這些會議會議裡 有沒有一些突破性的資料你最近收到 十年前、十一年前 我去這些conference 有很多都說關於UFO、Rosewell的incidence 或者解釋那個crop circle 但是我發現過去一兩年或者兩三年來 他已經說的東西大多數都是有關於2012年的資料 那就 這個topic真的挺熱的 例如一齣戲 雖然影評未必好 但是因為這個topic是2012 其實近這幾個月 我想這個氣氛依然會繼續下去 可能是有這套戲出來 我們大家都可以講講這方面 2012 我不知道你的聽眾知不知道這個2012是有關於什麼 我們都講過好幾次 這套戲我看大致上都不錯 都三點幾幾顆星 三點九星 我也都看過很多的評語 都是說他值得看 拍得幾號 很多特技 有些人說他只是看特技 但是這個意識上是幾獨特的 我這次剛剛去到武儀山 在酒店那裏就看看中國的電台 很有趣的 因為這齣戲出現之後 中國的官方電台 有很多這些資訊說出來 就說你們不要太過擔心 很多事情不要盡信 這齣戲我暫時還沒看 我想星期五一齊看 整班人一齊看 志同道合些人看 但是看到很明顯 中國方面都知道 這個訊息可能會引去有些人不安 我的朋友群裏面 其實對這齣戲 通常都是十個有九個都是踩的 因為可能我的朋友群裏面 很多都已經對2012 有一定的知識 他們看到這齣戲 就覺得其實沒有什麼大的意識 或者大的意思是表達出來的 就算說馬雅也好 只是一兩個鏡頭拍一拍 其實可以說是借一馬雅是過竅的 其實真正說2012的東西其實不多 其實他們一致都這樣說 一齣很荷里活的災難片 看完其實又不會覺得有什麼得著 因為太多人跟我說 那變成我原本很有興趣 但是大家都說不看就沒有損失 可能剛剛相反意見 Angela 你看了沒有 我還沒看這齣戲 但我也不是很有興趣 如果有時間的話就可能去看 我亦都覺得 我亦都覺得 荷里活所做出來的所有的事情 我都要想過先的 即是他們那個 那個Message 有很多我都要想過才會去看 有時間的話 如果沒有時間的話 亦都不會覺得會錯過些什麼 我相信失望的人 就是期望2012的背後的訊息 會好一點殘述出來 很明顯這齣戲就不是這種事情 這齣戲就是一個大特技 災難片 娛樂性豐富的那些 對你來說 背後的Message是什麼呢 對你來說 2012是什麼意思呢 最近的馬雅那些長者 都開始出來澄清 這不是代表世界每日的 這只不過是人類會有一個大轉變 但怎樣轉變呢 其實不同的說法都有 有些人的靈性性會改變 或者有些人就會有些事情發生 一部分人可能會遇害了 但剩下的人就會有另一個方向去做 即是不同的說法很多 我相信這些方面的書籍都會有 但真正最後 誰能說出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亦都看到網上有一個調查 他調查的有三個問題 第一問題 你認為2012是否世界每日呢 會不會 會 或者不知道 或者說不會 奇怪得來 或者說會的人都成二十幾三十分 當然大部分人都認為不會 不知道的都有 但是始終很多人都聽過這個訊息 即是他們的意識上 都是按這個2012是世界會有大災難 會不會日 這是一般的其中一個網上的報紙的調查 這樣說 好了 那失望的原因呢 是不是他們覺得這個訊息錯誤呢 只不過是一個娛樂性豐富的 荷里活的大特技的專欄片 這樣 看你去看的目的 如果你看的目的 是拿一個人類的訊息 可能他做不到 如果你是去看的 就是一個很過癮的專欄片 這樣 所以那個評論呢 我看過一些評論的 高的很多 有些值得看 但不好的都有 有些是一顆星兩顆星 不值得看都有 但是呢 認真說的原因 為何他不好呢 可能覺得 這個只不過有一個 荷里活的大製作 這樣而已 是一個娛樂性豐富的戲 這樣 我想很多聽眾 其實很想 難得Angela 其實過度很快 你就回到美國了 聽人 其實大家都想知道 就是 你去了這一兩年的 conference 關於2012的 通常是什麼資訊 或者你自己看了那麼多 聽了那麼多 你對2012的看法 或者你自己覺得 有些什麼是想說出來的呢 其實 其實 這幾年來 你有聽過 Project Camelot 有很多 Disclosure Project 那些 有很多人呢 都是 希望去 Push 那個Disclosure 要美國政府 出來說 他們是有 跟外星人聯絡 對 無論在科技 或者很多層面上 其實已經是很多年的聯繫 已經是 而且他們的科技 聽說 差不多是三十到一百年 比我們現在所認識的科技 先進三十到一百年 嗯嗯 那就是說 但是我們沒有人知道的 是 我們 知道的 是很少的 是的 那在這個Conference裡面 他們有沒有說 企圖形容一下 這科技的性質是怎樣 嗯 有這樣的謠傳 就是說 他們在月球 和火星 上面已經有一個基礎 已經有人在那裡住了 是 還有呢 它 就是 Travel的方法 就不是說 不是坐飛機 不是坐飛機 是 有些叫Jump Room 那 就是 Time Travel 這樣的意思 即是類似 你突然在這裏 空間轉移 逐一聲就過去 好像 Star Trek 是的 即是那些 Tele Transploitation 傳遞過去 那 好了 那你去到這些 這麼多的Conference裡面 那它具體裡面 大概有些什麼的 資訊 即是 即是 即不是只是猜 即是他們已經 那一定有些資料 是不是 不只是大家傳三四 有很多資料 去了三四天 有些整個禮拜 那 看看你需要有什麼的資料 嗯 始終那個Message 就是說 即是我們在這個宇宙裡面 我們不是唯一的 智慧生命 是的 是的 最主要這方面 譬如 維曉太剛剛講的2012 他們大致上 他們形容的2012 或者 後面的Message是什麼呢 就是 這個世界上 會有很多很大的轉變 在這段時間裡面 是 我們不知道 是 是 大家都知道 太陽 地球 以及宇宙 成一直線 是 是 是 有很多人都去 是 一個 寫信 NASA去問這個問題 但是 但是問題是 有這樣的情形的時候 就是 一個 真實的事情 是 對地球的轉變 對地球的轉變 有很大的空氣 磁場 這方面 轉變 有很大的分別 這會影響到 我們 是 人類 無論身心靈 所有的東西都會影響到 那就是一定的 這個就是其中他們會預測 2012年可能會出現這個現象 我雖然未必是2012年 會不會呢 世界就不會在那天 12月21日 每天我雖然都不會 那我看很多 關於這些資訊 更多是說可能日子是 退前一點點 退前或者退後 或者後了50年 或者40年 或者7年或者9年 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這段時間 我們由現在開始已經開始了 這段時間地球就會有很多 氣候啊或者 英文說不要緊 很多方面的轉變 嗯嗯嗯嗯 可能會有些天災啊 天災人禍 是啊 戰爭啊 關於病毒啊 是啊 比如我知道其實有很多 UFO Conference 都在講一個陰謀論 就在講H1N1的疫療啊 其實在講一些政府 如何鋪排去 可能用一個 減低人口的一個方案 類似的這些 想減低人口的這些計劃 其實很多 UFO Conference 其實是 都有講到的 你自己在美國 參加這些 會議裡面 有沒有提及 有沒有具體 有沒有其他問題呢 他也有講 其實他講的 有很多方面的 譬如有講到 疫苗方面 有提到 有提到 有很多人用 那些 催眠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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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讓那些人講回 以前 肯 等星球 過來 醫生跟那個人做一個深層催眠 催眠到 令到他 那個當事人 講到 原來有很多人 是來自於第二個星球 那可能有時候 講到那個星球的生活 或者政治文化 是怎樣的 可以講得很詳細 有一個 在美國有一個節目 叫做 Cost to Coast AM with George Nori 他那個節目 我差不多 每晚都會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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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下載 他有空 駕駛的時候 我就會聽 他是很有趣的 他有一個主題 這個writer 他是做hypnosis 他的名字叫Dolores Canyon 他就講到 他發現 和很多人催眠的時候 他有很多病人 就是 覺得很多 心靈上的問題 覺得自己 不屬於地球上的人 總之 有些東西不對 對他不適合 有些想自殺之類的情形 他就跟他們做催眠 催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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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regression 等他們 可以記得 記得 記得 以前的 以前的 可能是 適合的 適合的 他就發現很多 都說到 他以前 在一個星球 那裡 是很漂亮 和很 peaceful 但是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因為我們有 原子彈 有這些事情 有這些事情 引起外星人的注意 引起外星人的注意 以及對地球的 整個意識 或者環境 環境 有傷害 所以他們就 叫了 一些外星人 誰想來這裡 幫助他們 就像我們那些 紅十字會的機構 哪裏打仗 哪裏飢荒 需要找一些 無國界醫生 願意自願 不過這次就是 投胎做地球人 是不是 你說得對 這樣 一般來說 這些人 就是 一九五幾年之後 出生的人 他的意思就是 有很多人 覺得他們 不屬於 地球 不喜歡地球 也不喜歡 這個世界 他覺得他們 有很多 情緒問題 就是 很多的仇恨 和很多的戰爭 或者 這一方面 但是 這些人 他們叫 volunteer soul 嗯 他們來到 地球 就是 去 影響 這個世界 等到所有的人 比較 拉高 那個意識 令到 集體意識 比較高 層次 peaceful 或者做一些 你說得對 但是我想問一下 因為 這麼多的個案 裡面 有沒有說 某些星頭 可能他們 是大部分人 會提起多些 還是其實真的很亂 各有各的 多到 可能有些星 根本上 不知道在哪裡 還是他們 來來去去都是 那幾個 那我就不清楚了 這方面 哦 那還有呢 有沒有這些 但是 一般來說 這些人 都是 獨生的 沒有結婚的 沒有弟弟 哥的 他們 從小到大 都覺得 好像 自己不屬於 這個世界 有這樣的感覺 有這樣的感覺 有些人會覺得 很depressed 想 離開這裏 離開這個世界 可能自殺之旅 這樣的情形 就是 他們找不到他們自己的 purpose 就是 很多 其實本身有自殺傾向 再去看醫生而 這樣發覺 是 他的意思 就說是 哦 那現在 其實多少 他有沒有說 他的檔案裡面 做到 可能 一千人裡面 已經有 六成 五成 這個 他沒有說 但是你可以 在網上 打他的名字 去檢查一下 他寫了幾本書 出來 哦 OK 那 還有呢 現在的 UFO Conference 還有圍繞一些 什麼大題 去通常說的呢 他大題 很多方面 就說到 有關 Disclosure方面 是 是 他們 好像 Project Camelot Camelot 就是一個很大的 你 就是 兩個 一男一女 是的 他們 訪問了很多 很重要的人物 他們有內幕消息 全部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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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在網上 YouTube 那裏 type in Project Camelot 他有很多 interview 你自己慢慢去聽 我們去所有的 conference 都在 Project Camelot 那個website 上面 你全部可以聽到 你說有些 有些 秘密 你記起之中有些 哪些 你覺得有些 震撼性 你會比較記憶性 記到的 可以分享 我們所見到的 很多UFO 在美國方面 有很多人說 看到UFO 有很多videotape 有些人說到 可能這些 不是外星的 是地球的 我們已經說到 他們在各方面的 technology 已經是 有三十到一百年 那麼 advanced 的 technology 所以我們看到的 東西未必是 外星的 可能是我們地球出來的 例子 好像什麼 好像 那個 我明白你 有三角形的UFO 現在 美國經常 低飛 或者是飛很久 其實好像 特地被一些人看見 其實 我在 十一月的時間 的時候 我也有些朋友 在我家裡 每年十一月 差不多 Thanksgiving 之前 十三日 十四日 他們都看到UFO 飛過來 在L.A.上面飛 他們全部拍照 都拍照 但今年 他們開了派對 大家一起去看 今天 等不到 那天 但是我 也都在香港 這個時間 就沒有去參加 他們 那 但是問題是 我 Research一下 這方面 我發現 可能 未必是UFO 未必是UFO 來的 不是 是UFO 但不是外星 可能本來是 美國政府不頂 因為 我看到在YouTube 有些片 有人拍到 這個三角形的UFO 上面有兩個 機翼仔 跟他們之前 覺得以前的UFO 是很不同的 還有他們 都懷疑 這個其實 本來是美國政府 自己 很先進的 新型的 一個 飛碟型的飛機 那 不知道是不是 也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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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也聽過 有一些 叫做 Contact T的個案 尤其 很多外星人 都有 說過類似的 就是 你看到 有很大部分 特別 近這十年 其實有很大部分 已經 不是外星人的UFO 那 有沒有可能 是我們地球人 過去幾萬年 或者幾千年以後 的人 回來我們這裡 都不奇怪 是啊 那個 Ben Warder 那個個案 就是 有這樣提到 有些人 就是 就是 那些 Witness 就是說 他們有提到 是 那個 UFO 是 四萬 五萬年以後 我們的地球人 回來 我們這裡 的 那 這些 就 就 不知道 怎麼可以證實 是 他們就是這樣說 還是 還是地球人 可能 四萬年 五萬年後 可能我們這一代 的地球人 其實已經 滅亡了 所謂四萬年之後的地球人 可能已經不是我們 變了少少 可能會變了少少 是的 可能甚至是 外星人 下來了四萬年 五萬年後的地球 進駐了 就已經變成 自己是地球人 是的 不奇怪 意思就是說 是四萬年前的地球人 四萬年之後 之後 之後 未來的 那些 UFO可能是 四萬年 未來的人類 回來 我們 是的 那他什麼時候離開呢 你說 你說是地球的人類 那是不是以前 還是將來 將來的人 我們遇到 那個人 我忘記了 他叫什麼 他是 在 Bandwater 那個 國安 他走去 UFO 那一隻手 突然摸到 UFO的外面 一摸到 的時候 一摸到的時候 他就 所有的 information 就 download了 他那裡 哦 那他就 用 那個 那個 是 他那個 用回他的記憶 所有的知識 好像正在給他 催眠了之後 用回那個 說出來 說出來 休息一會兒 我們會繼續探討 美國外星研究會議的新資訊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 在草地行走下 這樣就可以做到摺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摺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買了回去 家裡 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摺地器的治療 摺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 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 28824848 好 那我們很快回來 我們今晚的講題 就是美國外星人研究會議的 新資訊 除了Carson 我 和Angela 我們在這方面 再繼續探討一下 大家有機會 在報紙都看到 最近 就說在月球那裡 是發現了 原來月球有水的存在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 大家都知道 有水的存在 代表 那個星球 應該會有生物的 在這方面 最近在美國 這方面的會議裡面 有沒有再探討一下 也有人說 其實很多星球都有 不同的基地 其實很多星球都有 其實 剛剛出來的一部電影 叫做 The Secret of 2012 是Richard Holand 的 一個 documentary 他有提到 也有提到這一回事 就是 月球上面有水分 其實很多年前已經知道這回事 現在才說出來 NASA才報導出來 而且問題 另外一回事 比如說 以前月球所有 那個 1969年 短片 短片 完全不見 這個其實很荒謬 很荒謬 人類最歷史的 一個很大重點的事 NASA可以說 那些片是不見了 其實是一定有些東西 還有 你說月球有水 研究得UFO多的 都知道 其實很多人都已經知道 根本上 NASA其實一直都是說謊 就是 大家都是看 都覺得 只是現在 NASA 美國政府 有太多太多 很厲害的秘密 就已經是 包不住了 那 可能這一兩年 就是有些UFO的檔案 深一點深一點 流出去 將這些的資訊 慢慢流出去 我想其實是 不想過到時候 可能幾年後 或者一些很重大的事 公佈的時候 未必這麼反感 過去幾天來 或者上個星期 梵蒂江已經 再有一個 五天的Conference 講 有關於外星人 那他已經 已經 承認 上帝不僅止創造我們 人類的生命 也有我們的 brother and sister 或者 cousin 是在外星裡 在外星住的 是 那 已經是 承認了出來 還比較特別 那些 brother and sister 可能是沒有原罪的 不同我們 我們一出生就有罪 他們可能是高等少少的 出生他們是沒有罪的 是 有些有些很有趣 在這裏 說了出來 其實 看回這些新聞 周邊不同的 去比較 我想 對於 整個政府公開 有外星人 或者一些 可能外星有基地 甚至 本身外星人 已經 跟我們 已經是 有聯繫 跟政府有 不同的合作 我想其實 這幾年 可以說 一定是 一定是 只包不住火 遲早是公開出來的 那 那 有很多人都說 我 聽過有不同的 sources 都說 今年的年尾 就會有一件很大的事情 會發生 那 大家都不知道 是什麼事情 但是 我們 每個都會 每個都有 這樣的感覺 就是有一件很大的事情 發生 現在已經11月底了 是啊 有什麼根據呢 沒有什麼根據 他 這樣就不太清楚了 可能是 你說說 後面有些 不同的人 可能是這樣的情形 會不會是 有另外一個 大地震 或者大的災難 或者是911之類的事情出來 就不知道了 會不會是奧巴馬出來說 是啊 我們跟外星人有接觸 這樣 也都不知道 嗯 嗯 即今年年尾 今年內 其實很快看到了 這樣 一個月左右 過去 就算一個月不出來 就兩三個月 應該看到了 我們可以放長雙眼來看看 嗯 嗯 那還有呢 你有沒有說 就是 這 我想問你平日 平均 這一兩年 你自己一年去多少次 這些conference 差不多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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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 平日 你在網上 YouTube 所有的東西 都可以看到 要去的時候 有時候 他們也都 那個時間的限制 自己又有工作 還有工作 比較難些 一定是星期五六日 才可以去到 那麼二月的時候 就有兩個 有一個在L.A. 有一個在Lavlin那邊 那邊 在L.A.開車去三個小時 那個就整個禮拜的 有七天的 連續七天 是啊 七天裡面 他們會有些什麼題目 有不同的speaker 那麼就 每早五晚 可能有三四個 那麼他們晚上 就有 影片給你看 是有關UFO 或者有關這方面的 那麼他們也有 Discution Group 那麼我在那裡的時候 我那時候 就自己一個人去的話 就 也都不需要有人跟我一起 因為你 在那裡撞到的人 每個人都很多 是自己一個人去 或者兩個人 那麼大家坐起來 就大家交流意見 就變成是很 就是跟不同的人 交流意見 你自己學到的東西 就比較更多 嗯 就是比輕的speaker 更加多 是的 因為我發現 裡面去這些conference的人 有很多都是 對這方面很有興趣 還有他們自己是 involved 在這一方面 有一個 在YouTube裡面 有一個 documentary 叫有關HARP 嗯嗯 那個climate control 那個 是 那個天氣的 控制武器 是 他那套 影片 就叫 Holes in Heaven 嗯 這樣呢 H-O-L-E-S Holes in Heaven 這樣呢 他 提到這個HARP 是怎樣的情形 介紹 另外呢 他出來 有一個 Biophysicist 他叫Beverly 在那裡 是我的朋友 哦 他就跟我說 他就說 那個H1N1的 vaccine 你千萬不要接受它 是很 contaminated的 嗯 我說你怎麼知道 他說 I know I'm a scientist 這樣說 這樣說 就是第一手的意思 第一手的意見 來跟我說 所以 OK的 不是science 很多的第一手 最主要的訊息 反而不是science 因為science 可以 可以出聲 公開說話 真的不多 是 是 那麼他就說 那些疫苗 有些 有沒有說 什麼政府的計劃是怎樣 哈哈哈哈 有沒有裡面有些什麼特別的事情 其實他是想做的 即是他有些什麼 說些什麼 是支持他這個陰謀論 即是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知道他那個疫苗裡面 是有些什麼在那裡的 嗯 那麼有很多事情 是你想都想不到 直接不可以想像到的 都可能會在裡面的 那就不知道了 那麼我也不是叫你們不要 你不要拿這個疫苗 你就要自己 即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自己會想 你自己想過先 嗯 你自己的衡量 你自己的需要 也有趣的 我們的醫院 有一半以上的醫務人員 是不打這個針的 那麼有很多個案 都可能打完 在外國有些是 盲了 坦了 即是連死也有 有些數據其實很有趣就是說 那個疫苗 這個H1N1 其實到現在 是死了 全球死了三千多人 但是我們的流感 就 只是美國一年都死幾萬人 但是整個傳媒 就好像很大事報道 就令到H1N1 是很大件事 很危險 而且整個氣氛好像很push 一定要打 政府免費給錢 你有沒有聽過Ukraine 那裡 在過去幾天 就有 過去一個禮拜 左右 發現有很多人 是 染上一種 肺炎 嗯 就死亡 他的肺是全部黑色的 那麼 我就不明白那個 是對 他 是一個什麼 背後有些什麼 我都上網看過 但是好像說這些消息 就被傳媒 其實就是 蓋住了 是的 但是好像說 說到 在北歐那邊 就已經 起碼有幾十萬人 是染了 已經有幾萬人 要入院 但是 其他再多的消息 都 我也不知道那麼多 但是 好像說 其實這一件事 其實比H1N1 甚至是更加厲害 那醫生 你有沒有聽過這一件事 這方面 其實我們過去在電台都說過 背後那個說法 有些人叫做陰謀論 有些人說到真相 看你怎麼看 那麼 在過去的歷史上 我都看到 就每當任何的疫症出現 通常之前都是有些疫苗注射 那些大型的疫苗注射 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8、1919年那次 其實背後 原來當時 也有疫苗的program 可以這麼預測 如果你看幾次歷史上發生的 如果我們現在是全面 是全球再去打這些 這樣的針的話 本來不會發生的疫症 就會發生的 那麼我今次在中國 我都看到 他們把關都幾緊的 比如在那個 那個母兒山的機場裡面 我們外面都要排隊 那他就要填好些form 那麼他上機 他上機 來到那些衛生署的人 上你飛機那裡 就每個人幫你檢查一下 中國在這方面 是比其他國家嚴謹很多 我最近才去過美國 加拿大 多倫多 那米亞美 即他們很鬆懈的 一直都很鬆懈的 那麼好了 那麼如果 如果真的 很多國家 是不知定地 大肆再推這些 疫苗注射 那麼這些疫症 就會真正發生的 所以這個問題 其實背後 當然嚴重些說法 其實最後 就是希望 將我們的人口 減到一大部分 那麼 但當然一聽來 覺得是很不可思議 那麼為什麼 會有人想這樣做呢 那麼他做不到 其實我們都不太知道 因為始終 你不是說 那些生物武器 你要做到 但是我們不會 他要做的話 就很容易 因為現在的科技 就已經是 我們想像不到 是啊 那麼做了之後 是不是 可以控制住呢 或是完全會失控呢 那麼我剛才聽過 好像 我不知道哪裏看 應該可能是網上報道的 那麼有些病病者 是發現 死亡之後 那個解剖 發現 那個肺 都黑了 那麼這種可能是 一種肺炎的一種 那麼過去 在1918 1919年 當時也有很多 這些病者 都是出現嚴重的肺炎 那麼裡面 內部出血都很厲害 我還在上網 其實看到 我記得有一些個案 就是 他們有很多人 即是說 北歐那裏 入院那些人 他們說 其實在他們染病之前 一個星期內 他們是看到 一些飛機 有個飛機在上面 灑一些東西 低飛 好像噴農藥 那樣的 那麼 美國都有些 類似這樣的說法 那麼 那麼 那會不會 那麼巧 可能噴一些東西 還是 真的好像陰謀裡面說 其實 其實 就是政府啊 或者一些大的機構 其實 刻意安排 噴一些病毒下去 是啊 那麼 這方面 就很難說 也沒有人知道 它是在上面噴什麼 那些 那些 是經常會見到的 那個天空 本來就是乾乾淨淨 清晰的 突然間 就有個飛機 在很高很高那裏 這樣 就是一條一條 噴完之後 你見到一條一條在天空上面 是啊 那就 比較覺得很奇怪 是 好像記得有個 documentary 他們問回政府 他們是做什麼的 但是 是回覆 是很奇怪的 是找不到答案的 是啊 只是他們是否認 說他們是有 做什麼 但是說做什麼 他又 很模糊的 不是很肯答 其實是做什麼 對 其實這方面有些奇怪 那 還有呢 有沒有 就是 現在這麼 講月球那件事 其實現在就是很熱的 就是在UFO Conference 你去聽的時候 說月球那些什麼 在月球上面 哇 有很多 有很多 有基地在 我們這樣說 但是你說那個基地 是我們 人類的基地 人類的基地 是啊 就不是說有遺跡的基地 那裡也是有遺跡的基地 你說得對 也都有遺跡的基地 也都有人類的基地 人類的基地 他有沒有說 已經有多久 幾多 大概幾多人在上面 這個我不記得了 好像說是有三四十年 已經 即我們 我們 可能被人欺騙了 已經是欺騙了三四十年 即可能我們被人欺騙了 多過三四十年 那 會不會呢 其實幾大 譬如我們依然說 現在慢慢爆出來 每件事都遲了三四十年 那麽上下的事 可能會有的 會不會呢 早一兩年我們還在說 月球登陸可能是騙局來的 那你突然間 最新的消息就是 但是現在梵蒂岡已經出來說 是有外星 他已經接受了是有外星人的 那你怎樣說 難道他現在才會知道 他可能已經知道幾千年了 會不會呢 是 但他可能是遲了幾千年 會不會呢 其實早幾年都有提過 其實早幾年已經 2008年還是2007年 開始提起 到現在再說 但是問題是 他們不會是這幾年才會知道的 是 那一直都是保守秘密 因為有外星人其實 跟宗教那件事 其實是很大的衝擊 很大的衝擊 但是問題是 他現在說是沒有衝擊 嗯 他是慢慢開始見識 他想清楚才說出來 告訴你 會不會呢 怎樣融合在一起 是的 但是問題是 其他的宗教是怎樣呢 佛教 從其他宗教 他們有沒有出來說 其實佛教的教義 其實是OK的 因為佛教的教義裡面 釋迦牟來講 是這個人 這個 是外星人來的 是不是 你的意思 可能是都不頂 但是他的經文有說到 就是大千世界 這個世界以外 其實還有很多空間世界 而其他空間世界 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生命的 所以其實對於一些佛教 或者佛教徒 他們其實跟他們的教義 其實沒有抵觸 沒有抵觸 是的 反而最大的抵觸 是天主教和基督教 天主教也可能更開放一點 但是基督教對於這件事 更加是不開放的 是的 上次聽阿紀圖 講佛教的 哇 他有一道 我要再問他 他好像說到 好像是quantum physics 那樣 是的 是 有些專家找佛經 看釋迦牟來講的 剛剛跟quantum physics的概念 是合起來的 其實講釋迦牟來得道的時候 他用他的眼睛 其實正在看那樣物質 quantum physics的狀態 是的 這些 現在是 都很熱烈的 已經 沒有說到 他們是矛盾的 即是說 原來 所有東西都是共通的 共通的 是的 這樣說得對 我現在剛剛想起了 一想起就說了 不好意思 哈哈 我就想起 Bob Dean說過在土星那裡的星環 嗯 是的 那裡有一隻UFO 大概是 20萬個 mile 長的 一隻 mother ship 大概是一個中型的城市 的大小 是的 是的 20萬里 不是 20萬里很大 是的 很大 是的 20萬里 20萬里 我只記得我看的 他說是一個中型的城市 這麼大 Square mile 是一個直徑 長 是的 很厲害 整個星球 那那個星球 是否比我們的地球更大 是的 是的 大一點 大一點 是的 但是 不出奇 因為 很多 Moon也說過 很多外星人 住在那裡 就不是星球 住在一個很大的 mother ship 而一輩子 因為那個星球裡面的天氣 就是 很extreme 會不會 嗯 所以 他就 需要住在這些巨型的 太空船裡面 安全一點 是的 可能他們是 被逼走 離開了自己的星球 或者他已經沒有一個星球 那就要住在那個 Mothership 會不會 不足奇 那些contactee的個案 兩樣都有 是的 就是 被逼離開自己的星球 也有 有些就好像坐大郵輪 去這個銀河 周圍不同的地方 旅行也有 旅行也有 做事也有 可能沒有那麼簡單 是的 那 在外國這些UFO conference裡面 一般來說 有幾多人去呢 你過去的經驗 那些人 那些人都有一成千人 五百一千人 一般來講 不同的 有些大一點 就多一點 有些小一點 就少一點 是的 我在conference裡面 有一個 即是我有幾個 挺喜歡 有幾個speaker 好像Jordan Maxwell 他住在L.A. 那 David Wilcox 也住在L.A. 的 所以 每次在L.A. 有些conference 他們都會在 的 可以跟他們聊天 那 那兩個speaker 有沒有focus 主要是講些什麼 Jordan Maxwell 就講很多 有關那些 symbols 啊 conspiracy 那些 嗯 你要自己慢慢看 才行 有很多方便 都關於墨田圈的 如果你說symbols 是啊 好像Pyramids 那些 那類的 嗯 Freemason 那些 哦 那另外那位呢 David Wilcox 就是講 他講比較多方面 嗯 他的 最後名字是 WILCOx 嗯 你可以自己 或者到時 啊 因為始終呢 我們香港呢 都有 有些好會 十年歷史 起碼 我們最近呢 就企圖在香港大學裡面 開一些 研討會 啊 但結果呢 就 某種 某種語音 某種語音之下呢 就開不成了 那現在呢 香港 飛碟學會呢 就每一個月呢 都有一個 比較大型的 講座啦 那最近呢 就已經開到第三 第三個了 就講東方飛碟學會的 那麼到 十二月 十二號的時候呢 就另外一個 題目就是 就是《墮飛碟國際陰謀論》 那就是Niu Guo Niu呢 其實呢 在國際方面呢 都代表 香港在國際上這方面的研究 嗯 那麼他都在我們電台上 也都講過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那麼 那麼每一個月呢 香港都會有 到一月後 就會講過免費能源 那麼 那就是James G 大家都很熟悉 James 經常呢 都在我們電台上 參與做我們的 研討的嘉賓 2月份有天文学和菲迪学 到3月份就是远古印度佛陀超文明 Vedic 大家有兴趣可以上回我们过去的 那个topic里面 我们的网站都好像有他们的联络资料 可以继续去参加他们每个月的课程 当然香港的人数就跟你刚才所说的 成五百一千 香港还是很少的 开始多了 因为我上次有去 人数已经由几十人 到上次已经有百多人 但是问题 在美国那边的conference 是久不久一次 你这个是每个月的 如果你每个月的话 就好像Muford的meetings 他都不是说很多人 每个月 所以你去这些大的conference 也都要给他 他都挺贵的 人数去的少些 但是你可以在网上全部听完 和download所有的interview 都是一样 在我们这么多的网上电台节目里面 始终UFO的topic 是很多人download的 好了 那我们时间关系 我是袁大明 那我们就要 多谢我们Angela 和Custin 多谢 帮助我们今次的讨论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 好了 拜拜 拜拜